你們今天的報告喔 包括科技部的報告裡面 你們都把智慧型電錶喔 這個網絡的一個基礎建設的一個設置喔 列為一個一大重點喔 那我看到你們的報告 你們跟科技部有做了一個示範點是在澎湖 澎湖做的好不好 剛開始 算好還是不好 等我開始在用而已啦 要不要看出性格啦 要不要看出性格喔 我問你 在你們報告都跟我說澎湖啦 那台灣本島呢 要先從里島來做 你講混蛋的話 你們經濟部99年6月就開始核定一個智慧型電錶基礎建設的推動方案 你們在本島已經開始有在進行了 你自己當次長你不知道喔 什麼叫澎湖先來做 台灣本島也在做了啦 101年度開始發包要布建台灣本島低壓的智慧型電錶一萬戶 你知道這件事嗎 有 我跟你講 這我給委員報告 第一步一步第一先從高壓 因為高壓要做負債管理比較好 來就低壓 低壓現在這個 一步一步我可以說 當然 但是你的一步一步 一五十個第二二十個個階段的 今天的十成裡面 你的一百零一年度要完成一萬戶 你的第三階段 就是今年一百零四年度 要完成一百萬戶 我問你一萬戶 那一個案子 是101年度要完成了 現在完成了沒有 完成了沒有 你不知道嗎 沒有 我把委員報告 因為現在這 一萬戶的好個案怎麼 才來克魯這100萬戶有沒有 來作為 你連一萬戶都還沒有驗收啦 我現在要問你101年度發包到現在 原本預計該驗收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你知道嗎 這個我是不是歐千萬 台電總經理來講 應該是大部分應該有驗收啦 還沒 去問清楚 到現在還沒有完成驗收 不好意思 我們的智慧型電錶都還在用人工操錶 這樣子叫智慧型電錶 跟委員報告 現在正在驗收的過程 正在驗收 就是還沒有完成驗收嘛 對不對 一萬戶他都在講 一萬戶現在等你驗收 原來應該當時驗收 你問台電總經理 原來應該當時驗收 問題出題大 市長 你知道這一萬戶的台電發包出去的得標廠商是誰嗎 這主行的東西 我就比較不清楚 不知道喔 大同公司 大同公司 總經理從 從哪裡來的 我以前是在大同大學任教 市長 那你現在跟我講嘛 大同公司這個一萬戶的這個標案 原來的預計台電給他們的 該驗收的時程是什麼時候嘛 這個應該是有一個固定的我們合約的一個 市長 你們給他展延了幾次嘛 你說啊 我跟你們要資料 你跟我說這是商業機密不能給啊 你說啊 這個細節我不是很清楚 下面有沒有人知道 都不跟你 我這個資料已經跟你問了很久了 超過兩三個月了 你們底下的都還沒跟你報告這一件事啊 你們現在在這個通訊的一個功能的測試 成功了嗎 你不見了一萬戶的低階的智慧型電錶 到現在人工鈔錶 問題出在哪裡 你知道嗎 整個智慧型電錶 低階的智慧型電錶一萬戶 整個到目前為止還在人工鈔錶 而你講到的重點 通訊方式傳輸的方式 你們有去檢討大同公司用什麼樣的方式嗎 他們通訊傳輸的方式要經過NCC核准 NCC告訴我們 他用的是最低階 的一個傳輸方式 那個系統很抱歉 只要旁邊有一支手機 他就不能傳輸了 一定會被干擾 為什麼你們台電容許大同 用這樣這麼低階 這麼容易受干擾的方式 來做這個智慧型電錶 你們有要求檢討嗎 我想應該這個我們會回去調查清楚